这是我们无土栽培的甜瓜 这是第二坛了 目前展示还是非常好的 现在已经开始进入蓬瓜期了 这个时候甜瓜的水肥一定要跟得上了 不能像前期那样 为了提升作瓜率 需要一个干旱 说到肥料的时候 就要想起来 前两天就有我们种植户问 如果做无土栽培用肥 能不能用我们市场上经常看到的 那种常规的水龙肥 去作为一个无土栽培的用肥 行不行 这个是不行的 原因很简单 是什么呢 市场上常见的那种水龙肥 实际上它们是以氮磷钾含量为主 然后中微量元素 最多一般有一两个 两三个 然后14种生命元素 够的 几乎没有 更别说 这些中微量元素的一个搭配合理性的问题了 它都没有 更不用谈合理性问题 所以说呢 这些 常规的水龙肥 是不能用于无土栽培 去使用的 因为无土栽培呢 它这个所有的养分 完全来自于人工添加 作物生长 它的14种生命元素 但林甲 这个没问题 大家肯定会添加 但是钙美瘤的使用 包括配比 用量 都不好说了 然后另外 七种微量元素 铁 猛 铜 铬 铿 铅 绿 木 包括后来的镍 这个 量 应该就不全了 并且 无土栽培 这块呢 因为微量元素 加的是最全的 并且用量还是最高的 这会儿还要考虑到 这么多化合物 在一起的一个反应问题 所以说呢 很多时候还要考虑 试破 我们要采用一些 熬核态的一些 化合物来去做 所以说呢 从各方面 如果你想去做 无土栽培 那么 要么 要么你自己去配 要么呢 你自己去 找一些 专用于无土栽培方面的 一些肥料